等到这个经文读完 大概时间也过了一大半 所以我就跟杨阳说 我们今天我来跟各位分享这里的经文 好的 那我有一份讲义发在 发在每一位手中都有 那我也请杨阳帮我一个忙 就是把这份讲义发在email当中 所以众上的弟兄姐妹 好 没有关 给我好了 谢谢 好 那这个讲义我也发在email当中 所以在众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email的话 你们都会收到 那我今天讲的内容 要跟各位来谈到的是 得胜者的第一讲 我后来才想到 我上次来到各位当中的时候 讲过得胜者的第一讲了 所以对不起 我们这次题目要改是 得胜者真正的第一讲 好 那萨姆尔记上号 17章的过程给我们讲了一个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是不是 那在我们当中 一定听过大卫和哥里亚的 巨人哥里亚的征战故事 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 我们就不把这几节经文 一处一处的开始念 那但是在大卫和哥里亚的征战当中 我们一般来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见他的内容 就是我们谈到 哥里亚是一个战士 是一个巨人 那大卫是一个容貌俊美 年轻的牧童 他来到战场上 击杀了哥里亚 那很多的讲解就谈到 大卫的样式是一个牧童的孩子 哥里亚的壮士 是一个长久征战的巨人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战场上相遇 然后大卫因为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神的恩怠 他就击杀了这个极为难以对付的巨人 然后我们就知道一件很明显的事实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可以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这样的恩典和祝福 会在我们这一群 因为受洗而归入 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人 他会保护我们 他会保守我们 所以按照圣经上的教导 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为了要蒙连续得恩会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坦然无惧的 要来击杀哥利亚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是的 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 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在这样的探讨过程当中 我们有些时候 太快的走到了那个结论 我们没有仔细来思想 在大卫跟哥利亚征战当中 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内容 那我今天很盼望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思考在大卫 跟哥利亚征战当中别的内容 我今天要跟各位大家分享的 有三个部分 那在我的讲义当中 如果你们可以看的话 得胜者的图像 有一个外在的图像 有一个内心的图像 然后得胜者征战的对象 它是一个面对我们征战 我们所使用的原则 然后我们会谈到得胜者的武器 那这个武器我们怎么样 使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好 我先来跟各位谈一谈 我们来看看 大卫跟哥利亚的图像 我们先来看看外貌 在外貌来讲 在外貌来讲 从菲利士赢出来一个巨人 讨战的人 这个人名叫哥利亚 是加特人 身高六轴零一虎口 这是在17章的第四五六七节 他头戴同盔 身穿铠甲 然后这个甲重五千色科勒 有户漆 背负同级 他的枪杆是怎么样的 600克什勒的枪头重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 走在他的前头 我们先说出这个人 六轴零一虎口 按照圣经上的考据 按照圣经上学者的考据 六轴零一虎口 大概是多高 八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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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八英尺是什么概念呢 对我这样身高的人来讲 很难想象八英尺 是什么的概念 对不起 我大概身高不满六尺 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我们中国人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篮球球星 谢谢各位 你知道姚明的身高是 二米二六 二米二六 换成英尺 谁这么厉害 是是是 是七十六 好厉害 好厉害啊 七十六英寸啊 所以当这个哥利亚 出来征战的时候 他的身高 按照圣经上的记载 六轴零一虎口 那些希伯来人去考察 八英尺 所以他比姚明还高了多少 六英寸 你有没有看过姚明 在火箭场上 我有朋友去看过姚明 在火箭球场上 姚明刚才来 我们先不讲这个 但是那个姚明 八英尺 他比他要高了 还半英尺 而且这个身高很高的人 他不是一个瘦弱的人 有很多身高很高的人 比较瘦弱 我前一阵子看中国的篮球 不小心看到一个人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好像还是我本家 忘记了 身高比较很高 但是不瘦 不强壮 瘦瘦的 姚明后来来到美国了以后 比较强壮 那我请大家来思想 一个身高很 六八英尺的人 他身上穿的盔甲 五千射克勒 大概是五十五公斤 大概是一百二三十英镑 他穿在盔甲 要走路 要战争 要行动的 他拿了那把枪 枪头是六百 射克勒 大概是七公斤 然后那个时候 科技不进步 你要做坚硬的东西 做成枪的毛绳 毛绳的那个毛绳 长长的一根管子 棍子对不对 不可能很轻的嘛 他没有铝 那时候也没有碳纤维 他一定是很重的 所以那一柄枪 大概也是三四十公斤 他背上背着铜脊 那这个人身上 背了这么多的东西 还要能够征战 所以他不是一个瘦弱的人 他是一个强壮的人 那请问各位 想到这样一个强壮的人 一个强壮的战士 在你心目中 浮现出来的一个画面 一个人物会是谁 我浮出来的第一个人物 叫做阿诺史瓦辛格 阿诺史瓦辛格 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了 阿诺史瓦辛格的身高 只有一米九 站在这个人的面前 比他整整矮了半公尺 五十公分 差不多两尺 到他胸口 大概到他这里 所以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哥利亚 他不是一个瘦弱的人 他不仅 他的武器有矛枪有刀 他还背着同级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他要面对征战的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叫做大卫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叫做大卫 大卫是怎么样的人 在42节这里 17章的42节 如果你们翻到的 你们看说 他说 非利式人 这个叫哥利亚的 看到大卫 他是这样形容大卫的 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这是 哥利亚形容大卫的样式 说他年轻 他面色 光红 容貌俊美 俊美 现在一般流行的话语就是 我们以前叫这个人 叫做白面书生 他不能说是小鲜肉 但是一定是很漂亮 很俊美的一个小男孩 但是我们来想想 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你还记得 我们现在看的是 撒末尔记的17章 撒末尔记的16章 谈到 先知撒末尔被神所启示 来到耶稀的家里 要高一个耶稀的儿子 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接替扫罗众王 因为扫罗行了一些 神所不喜悦的事 然后他来到 撒末尔来到耶稀的家里 他把他所有的儿子 都叫来做席 要吃饭了 他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 你要高利的人 对不对 来了几个儿子 七个 然后耶稀有几个儿子 八个 然后 他就问说都来了吗 耶稀说都来了 还有一个我忘记 八个儿子来了七个 有一个没有叫他来 吃饭的时候不叫他来 来见先知 撒末尔是大先知 家里来的重要的客人 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 有一个人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连他爸爸都忘记了 他的存在 是吗 他在外面牧羊 所以可见 我不是说 大卫不讨人喜欢 可见大卫在他们家里 大概不是一个 粗泪拔萃的尖子 大概不是一个 人想到说 要来见先知 见家里重要贵客的 要叫来的 所以他很容易被人遗忘 撒末尔记的十六章 是这样写的 撒末尔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小的忘了叫他 撒末尔对耶稀说 去把他叫来 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吃饭 我们就不能做席 耶稀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证明了哥利亚 看他是看的是对的 然后撒末尔就高游了他 我们再一次 印证了大卫的形象跟外貌 不是一个战士的样子 而且大概也不是一个 粗类拔萃 有很多事情 可以描述的事情 甚至连用餐的时候 他的父亲都忘了他 而正是这样一位平凡的孩子 一个平凡 在旷野牧羊羊群的时候 他学会了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他以后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 他是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 以色列的国旗 我们称他为什么 大卫之心 他是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 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 学会了要做一位君王 所有的事 他学会的每一件事 就是依靠着圣灵的带领 做出正确的选择 来照顾他的羊群 来照顾他以后的国民 这就是他成为受高者的 训练的场地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拍电影的话 那大卫演的电影 大概不会是什么 战狼2 大卫演的电影 大概是那个比较 比较偶像剧那一类的电影 是吗 但是我们今天 不是在拍电影 我们今天是看见 大卫要代表以色列人 而哥利亚要代表 非力士人在战场上 做一个生死存亡 做一个决定性 决命性的搏斗 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们去思想一下 那时候的场景 在两边高高的山丘上 以色列人在这里安营扎寨 非力士人在这里安营扎寨 然后这个叫哥利亚的巨人 来到当中 每天上 以色列人来骂阵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样一个人 他们心里是做何感受 当他们 而且现在当以色列人 看到大卫出来 要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 好事之徒在这个时候 拿出一块钱金币 跟隔壁的人说 来我跟你打赌 打败的一定是大卫 没有人会把胜算 压在大卫的身上 是吗 大概是的 大概也没有人 会无聊到这个时候 来跟他身边的人来打赌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在那里观战的 以色列人那群战士都知道 这一战是要决定他们民族 未来命运的战争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战争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非力士人军队派出一个人来征战 以色列人派出一个人来征战 他们两个人在战场上 互相斗争的时候 有一个人胜了 一个人输了 输的人大概就是死掉了 然后输的那一方 以色列人全部就要做 非力士人的奴隶 反之亦然 如果是非力士人输了 非力士这个代表战争的人输了 他们就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 很有效果的一场战争 是不是 很efficiency effective 我们不用损失太多的人 人的生命跟财产 好的 那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战场上 这个时候大会走出来了 每一个以色列的士兵 他心里面都在想 是他吗 你知道当 哥利亚出来叫骂征战的时候 辱骂以色列军队的时候 40天啊 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站出来说 我要来面对哥利亚 连他们的领袖 那一位被告的君王 扫罗 高出众人一个头的扫罗 他不敢站出来 而大卫出来了 在那个战场上 每一个以色列的军士都在担心 我们等了40天 我们尽量拖延这个时间 我们担心我们国家 我们民族未来的命运 我们看见我们的命运 我们看见我们要成为 非力士人奴隶的命运 40天过去了 我们离那个悲惨的命运 越来越接近 那个没有办法逆转的命运 那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命运 就要在我们当中发生了 我们刚刚就大卫跟哥利亚的外观 来思想 来思想他们两个人征战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谈到说 大卫跟哥利亚的内心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的内心 我们再来思想这一场 大卫跟哥利亚的战争 我们要明白大卫内心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来看看大卫说的第一句话 当他来到这个征战的场地 他父亲让他带饼跟面来到 看他哥哥的时候 他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以后 他听到这个哥利亚来到战地前面 跟以色列人骂阵的时候 大卫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句话 我读给各位听 在26节17章的26节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这非利士人吗 26节有人杀这非利士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 怎样待他呢 这未受哥利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大卫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说我可以做这件事 他不是跳出来说 他不是站出来说 这是神交给我的工作 不是的 他说有哪一位 可以代表我们 以色列人出来征战 去杀掉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吧 大卫心里不是想着说 我是神的受高者 在16章的时候 他已经受了先知 萨姆尔的高力 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心里没有想 我是神的受高者 我必定是神所指派的那一位 所以我出战 有神的高优在我身上 我一定会赢的 大卫不是这样想着 他没有张狂 他没有狂妄 他没有自大 他问的第一件事情 他是问说 有哪一个是蒙神恩代的勇士 可以除掉这个巨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呢 大卫没有自大张狂到 失去了理智判断的能力 弟兄姐妹 自大跟张狂这件事情 在我们这个世代 几乎变成一个合理的象征 合理的现象 自大跟张狂 有人用 以前有一个中国的翻译 叫做油管 我刚开始听的时候 听了很久听不懂 原来他是把音译跟异议 翻成在一起的 叫做YouTube 叫做油管 所以很多人利用油管 就快速累积了一些人的粉丝 现在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翻成中文叫做 对 抖音很多人在看 有的人利用15秒 30秒的抖音 15秒的抖音 就让很多人知道了 他的抖音 很多人来跟30万 40万 50万 60万 70万 上百万 累积了一些粉丝 他们利用这些粉丝 他们在中国叫做 在中国用利用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来 来销售产品 叫做直播 带货 Right 谢谢 然后这些人 他们因为他们快速累积的知名度 快速累积的粉丝 他们利用这样 不是 我不能说他们利用 他们就使用这样的工具 这个人可能好笑 可能好玩 可能有意思 可能他讲话有人相信 他们 有些人在这样快速累积成名的过程当中 开始变得自大张狂 而大卫没有这样 他虽然是神的受高者 他虽然听到撒母来说 我要高你 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的君王 大卫没有自大张狂 容许我岔盖主题说一下 我们说大卫在圣经当中 被称为是什么 和神心意的人 和神心意的人的标准 不是说大卫是一个道德品格 高尚值得我们效法的人 大卫实在不是一个道德品格 高尚值得我们效法的人 大卫是一个心理谦卑 虚极 愿意追寻神心意 而他谦卑虚极 愿意追随神心意的这件事情 是我们值得效法的 所以他被称为是和神心意的人 是因为他谦卑虚极 他愿意追寻神的心意 所以大卫看见格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 哪一位可以出来除灭格利亚 然后没有人出来 大卫就在思量自己 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什么事 然后 拦阻马上就来了 当我们在思想要为神做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总会觉得 我是在为神做事吗 我应当一帆风顺 不会受到拦阻是吗 不是的 我们为神做事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拦阻的 第一个拦阻跳出来 拦阻他的人是谁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 大卫的兄长叫以利亚 28节听见大卫对他们所说的话 他几乎用诋毁责骂的态度来批评大卫 他对大卫这样说 他说 你下来做什么呢 对他那个小弟 你下来做什么呢 旷野那几只羊 你交给了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 何其你的恶意 你下来特为要看争战 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思想要来为神服事 然后我们常常第一个碰到的不一定是支持 不一定是鼓励 有的时候会有人很多告诉我们 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做不成的 我试过了 大卫就是这样 大卫的哥哥第一个批评他 大卫所受到的第一个人的回答 这个时候他还只是在关注这个战争 他还没有说他要做任何事 别人就把他心里面刚刚要启蒙 为神热心服事的那个热心就要拆毁 就要打散了 这个打击是从他大哥来的 打击还不只是一次 然后当有人把他领到扫罗的面前的时候 他认识扫罗的 因为他为扫罗弹琴 扫罗对他说 你年纪太小了 你不能跟他打仗的 这个哥利亚的巨人 他是自幼做作战士的 三十二就这样说 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 你的仆人 我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那个我是我加进去的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为什么 因为你年纪太轻 那个非利士人是自幼做 就做战士的 扫罗可能不是真的关心大卫的安危 扫罗可能是担心他们民主整个的命运 所以他试着要拦阻大卫 我们千万记得 当我们开始要为神服侍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碰到的第一个反应 不一定是鼓励 不一定是支持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拦阻的 然后我们再想想 接下来发生的是 我们以为 撒旦的拦阻的工作就到这里了吗 没有 第三次的拦阻又来了 好吧 扫罗想想 那我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跟这些 跟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在这里耗了 40个昼夜了 我们总要做什么吧 然后他就想说 那就让大卫去试试看也好 他就把他自己的铠甲 他自己的兵器 让大卫穿戴上 38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 给大卫穿上 将铜盔给他穿上 又给他穿上铠甲 大卫穿了以后 试试能走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惯 就对扫罗说 我穿戴这些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惯 就摘脱了 你知道吗 当国王 把他的盔甲 把他的兵器 放在大卫身上的时候 那个大概是以色列 最好的盔甲了吧 那个大概是以色列 最利的兵器了吧 然后大卫穿上了 不能用 有一天你去见 总统 总统把他的西装外套脱下来 穿在你的身上 有一天在我们古代的时候 你去见皇帝的时候 他刺柄一柄上方宝剑 让你能够征战的武器 然后大卫说 有了这些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你知道 那个拦阻 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阻挡 不一定是抵抗 不一定是拆毁你的信心 有一些拦阻 是似乎要帮助你的 当扫罗把那个最好的东西 加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 大卫什么事都不能做 但是大卫很聪明的 在这时候坚持他当做的事 他选择他当做的对的事情 因为他穿上了这些盔甲 他不能够征战 他不能够走路 拒绝了 大卫拒绝了来自人的荣耀 大卫拒绝了来自人的荣耀 因为他专心寻求神的荣美 然后当大卫在思想 他与巨人哥利亚 争战的时候 他想我的个子不大 这个人身高八尺 他的身材健壮 他的武器也都很凶悍 然后我怎么能够跟他争战呢 大卫就想说 我唯一的胜算 就是远距离的攻击 所以他决定用他常常使用的 叫做甩石鸡旋 然后他走到河里面 去拿了五个光滑的石子 然后我看圣经上 既然那个五个光滑的石子 大概是像棒球那么大小的石子 我原来以为是小石子这么大 原来是这么大的石子 有一定的他觉得有 可以看到 原来我以为是这么大的石子 结果是石头这么大的石子 像拳头这么大的石子 大卫把五颗石子 放在他的袋子里 他就放了一个 他背着一个牧羊人的袋子 拿一个甩石鸡旋 这手拿了一个杖 然后他就走去见非力士人 要跟他争战 你知道大卫做好了决定以后 他评估我自己怎么样 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他说我只能有远距的攻击 所以他做好了预备 他要预备自己的身心灵 做好了准备 去跟非力士人哥利亚来争战 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为神来做工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想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使用的装备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预备的 我们必须预备自己的身心灵 我们才能够开始来为神做工 我们绝对不是所谓中国人讲的 抱虎平和式的 游泳无谋式的来服侍神 这样我们失败的机会比较多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非力士人哥利亚的内心世界 非力士人在圣经这段经文说 他是住在什么地方 加特是不是 加特这个地方 在约书雅记的十一章那里 说亚纳族人的后裔 被赶出了以色列的迦南地 但是还有他的后人住在什么地方 加特 加特 那非力士的这个人叫做哥利亚 大概是亚纳族人的后裔 那亚纳族人是什么样的人 当以色列人要去探查 要去探查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派了几个探子上去 然后他们到了亚纳族的地方 他们看见亚纳族的人 亚纳族的人给他们的感受是这样写的 非力士的探子回来 不 以色列的探子回来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纳地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诈蒙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非力士人哥利亚的心态 是有一点点骄傲的 不仅仅因为他身材高大 胜材壮硕 他自幼做战士 他是亚纳族人这些伟人的后裔 对他的身心里面 有一些骄傲的因素存在 是合理的 然后哥利亚是自年幼就做战士的 所以我们相信 哥利亚大概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战无不胜的战士 常常在拳棋场上 我们看到这个拳手跟那个拳手打 他是用击倒的方式 将人家击倒的 靠着哥利亚他自身的传统 他自身的强壮高大 他战无不胜的精力 哥利亚的自大与骄傲张狂 是合乎常理的判断 但是这一次 哥利亚在骄傲自大张狂 他还多了一个心态 那个心态叫做 轻蔑 轻敌 在42节那里说 非利式人观看见了大卫 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他轻敌 我们知道哥利亚轻敌 以前不是常常发生的 为什么 因为像哥利亚这样的巨人 他知道他如果在战场上 征战的时候 他一定是对方军队 弓箭手 甩石鸡旋手 攻击的主要对象 是不是 是吗 我们同意 对不对 别人一定是先打他 弓箭手 甩石鸡旋手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来 他靠近了还得了 远远的就把他打死了 用弓箭用甩石鸡旋 用用用 那个时候那个大炮 那样甩出去的 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 他们要先击倒他 所以哥利亚很 哥利亚是有算计 是有计划的 所以在哥利亚的前面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 是不是 为什么 他要保护他自己 他要保护他 不受这些弓箭 不受这些甩石鸡旋手的攻击 所以哥利亚不是常常轻敌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哥利亚 是一个有有无谋 鲁莽的莽夫 他算计的 他知道的 但是这一次他轻敌了 他为什么轻敌 我们讲讲甩石鸡旋吧 甩石鸡旋在 那个时候 是远距离攻击的武器 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考究说 那个甩石鸡旋 甩出来的那个时速可以大概到60英里以上的时速 就跟一个那个 美国职业棒球 你们看 他说那个职业棒球 如果那个投手拿的是一个石头 直直朝你的这里丢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甩石鸡旋的威力 然后 哥利亚知道这个威力 哥利亚也看见大卫手上 拿着甩石鸡旋 然而他没有防备 为什么 因为他轻敌了 他为什么轻敌 弟兄姐妹 你知道圣经上说 大卫他荣光 荣颜 俊美 面色红润 他是一个木童的样子 这一个木童的样子 当他父亲要跟撒母尔先知聚会的时候 竟然忘了他 这一个木童的样子 但他们全家 因为他小 因为他没有用 所以才被他哥哥嫌弃 这一个木童的样子 在扫罗王的王宫 谈情 扫罗差点不记得他 这一个木童的样子 在哥利亚 这个人的眼中 看起来是一个孩童的样子 不值一骰 不值一顾的人 因为他被人轻敦 就是他的弱点 但是因为这样的弱点 却是神使用他 让他得胜的关键 因为他被人轻敦 因为他被哥利亚轻敦 所以哥利亚似乎放松了 他对远距武器的攻击 所以大卫把骰石鸡血 拿在手上的时候 才能够打到哥利亚的额头 一个在别人看起来 是弱点的地方 在别人看起来 是不可取 而且是令人害怕的地方 在软弱的地方 在我们的神手中 却成为了大卫至圣的关键 你们记得圣经上那句话吗 圣经上说 叫软弱的得到什么 是的 我们在神的手里的时候 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 我们的贫穷变为富足 神的教训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 我以前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神用不着我们的富足 用不着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们在天上的富 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富 他的富足 他的能力 是没有人能够匹配的 当我们把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把我们的不够 当我们把我们的不足 放在神的面前 神使用我们的时候 神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 神使我们的贫穷变为富足 神要在我们的软弱上 彰显他自己的荣美 而神必定成就 所以大卫这个人看起来是软弱的 而这个软弱看起来软弱 却成为他得胜的一个帮助 所以非利式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 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式人 就往战场跑去 这一段经文是 这一个战争改变的决定性的关键 48节49节这里说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了一块石子 用甩石鸡弦甩去 打中了非利式人的额头 石子进入额内 他就扶刀面浮于地 这样大卫用甩石鸡弦 胜了那非利式人打死他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这边特别记载了一句话 大卫手中没有刀 你知道使我们战争得胜的 不是靠刀剑 不是靠力量 而是靠那一位使我们得胜的 耶和华 大卫跑去 站在非利式人的旁边 把他的刀从窍中拔了出来 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非利式的众人 看见他们逃战的勇士 死了 就都逃跑了 他们就一直追的 以色列人就开始一直追打 非利式人 一直追到加特那个地 大卫在这一场 与非利式人争战的过程当中 他是一位得胜的人 他是一个得胜者 我们看见得胜者 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图像存在 在我的讲义当中 我特别写下了 在得胜者 第二处 得胜当中有下列的特质存在 第一个 他拒绝受人的阻扰而心灰意人 他没有因为他咯咯 施责他 他就心灰意人 他巩固以神为中心 作为他的焦点 他想这个非利式人 谁能够除去他 除去以色列人的荣耀 恢复神的荣耀 他是想神过往的带领 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 有狮子跟熊 来从他的羊群中 抓了羊羔去 大卫就与熊跟狮子增在 他思想他过去成就 他的成功的地方 他迎头面对问题 他不是逃离开他们 然后他碰到艰难困难的时候 他记得他为谁而在 这样的一个图像 是一个得胜者的图像 弟兄姐妹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大概不会常常有机会 有精力去面对一个 身高八尺的巨人 要跟我们争战 不会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不会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要跟像巨人哥里亚的争战 而我们的敌人 却是常常以这三种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敌人 常常是我们内心的罪 有些时候是我们 身处于这个世界的环境 有些时候 是撒旦和魔鬼的攻击 我们生命里面的最好 常常开始的时候 不像哥里亚这么可怕 当哥里亚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要与他征战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身体当中 有一个东西叫做肾上腺素 你们知道 然后他就会分泌 我们就会有精神体力 去跟可怕的人征战 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最好 是隐而未陷 急而未小的 他阻挡我们成为圣洁 这是我们要对付的 我们生命当中 还有一些时候 是这个世界上的环境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环境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 在许多事情上的态度 跟立场是怎么样 但是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反应 是常常看到的 我们第一种反应是 我们慢慢慢慢 被这个世界的环境 我不知道我用什么字合适 我们慢慢慢慢 习惯了这个世界上的环境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世界上 不公不义的事情 视若无睹 我们习以为常 然后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你慢慢慢慢 你就对这些事情失去了 你对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失去你心里面 那个敏锐的感受 还有另外一种反应 对这个世界上的环境 这些人 他们起来批评 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他们起来评断这些的人 他们因为他们 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愤怒 他们心里面 慢慢失去了 那个起初的爱心 他慢慢失去了 对这些人 这些不公不义 他们施行的人 他们不是自己愿意的 他们有些人 就是受撒旦跟魔鬼的影响而做的 我们失去了 对这些人的爱心 还有第三个敌人 第三个敌人是 魔鬼跟撒旦的诠释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魔鬼跟撒旦的诠释 是那个张牙五爪 是那个面色猙獰 有时候魔鬼跟撒旦的诠释 装扮得十分美丽的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 而当我们看见 大卫与哥利亚征战的时候 他生命当中 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件事情 学习到一些原则 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来面对罪 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环境 让我们来面对撒旦跟魔鬼的诠释 来做征战呢 我们从刚刚 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当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原则 这一个原则是我们可以使用它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得胜的原则 那个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 就是很简短的几个字 我在讲义上面有些 就是坚持做对的事 最后那几个字 坚持把对的事情做出来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在撒旦魔鬼这样的逼迫遗诱当中 我们要坚持在神的带领之下 做那和神心意的事 做对的事 即使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会带给我们生命财产 人际关系当中的损失 我们思想一下 当大卫第一次看见哥利亚 在山谷中咆哮的时候 他问有哪一个人 可以除去这个未受割离的人 侮辱我们神的荣耀 他坚持做罪的事情 当大卫被他哥哥所赐责的时候 他还没有心灰意蓝 他说我来岂不是有原因的吗 他来要看见他要在这个事件当中 面对哥利亚的征战当中 看见神的荣耀要重新被建立 重新被恢复 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 当扫罗再一次阻挡他 要把他的盔甲给他 要把他的宝剑给他的时候 大卫知道那不是他所要的东西 他不要从人而来的荣耀 他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 所以他拒绝了从人而来的荣耀 他坚持做罪的事情 而接下来的兰祖 他说当哥利亚对他发出怒吼的时候 他说我要坚持做罪的事情 我来和你征战 不是凭着刀剑 而是凭着 耶和华得胜君王的名义 那时候大卫在众人当中 做出了一个宣告 大卫对非利式人这样说 这个宣告是一个普世性的宣告 穿越时空 一直来到我们的耳中 大卫对哥利亚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极 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 是靠着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那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那一位神的名 而四十六节说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 我必杀你 攒你的头 又将非利式军兵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食谱天下的人知道什么 知道在以色列民中有神 唯一的神 独一的神 那一位习在今在勇在的神 那唯一的真神 要使世上的人知道 在以色列民中有神 主那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当中 持续把对的事情做出来 持续做出和神心意的事 持续做出讨神喜欢的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北卡还是南卡的人 这个人叫做杜斯 他想要参加军队 来保家卫国 保护他自己的国家 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基督徒的信仰 使他从小就定了一个决心 他说我这一辈子 不可以佩戴武器 我也不会使用武器来杀人 这样的一个人要成为军人 于是他就报考了 他就参加了军队 因为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 他受了训练成为了一个医护兵 他医护兵受训完了以后 他被分派到一个步兵连里面 送到亚洲去参加战争 这个人在他的部队里面 很快就被人所注意了 对不对 你是一个军人 你一辈子宣告我不带枪 我也不会使用任何武器来杀人 他成为他们那个队上连队里面的笑柄 一个连队大概120个人 所有的人都嘲笑他 而这一件事情在1945年的4月 做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1945年的4月 太平洋的战争走到了尾声 走到了末了 美国要进攻一个岛 这个岛我们从台湾来的大概都熟 叫做冲绳 冲绳岛之一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上 一个惨烈的战役 而当这个步兵连在这个营队 接受到美国带领的军队的统帅 下达攻击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是要去攻击一个高地 这个高地是在一个峭壁上 大概高于地面几百英尺 三四百英尺 然后他们就上去 然后一阵猛攻以后攻不下来 美国部队他们的统帅就下了命令 撤退 撤退 在那个战场上 他们攻上去的时候 他们爬上去的时候 他们或者是从天而降的时候 好多人 散兵对不起 那个很多人被打伤了 那一天当他们下令撤退的时候 这一位名叫杜斯的军人医护兵 他心里面知道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因为受伤 不能自己行走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生命还没有死亡的 躺在那个战场上 他一个人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他跑到战场上去 找到那些还没有死亡的人 受伤的人 他把他们背在肩上 他把他们抱在怀里 一个一个的跑到悬崖边 把他们绑在临时做的绳索当中 在悬崖上面垂掉下去 他一连做这样的动作 做了十二个小时 他一共救回了 七十五个受伤的人 十二个小时之内 平均十分钟 十分钟一个 十二个小时 这一位叫杜斯的人 在那一次的战役之后 所有的人对他 都有了不同的态度 他改变了所有的人 对他的看法 他改变了所有的人 对一个基督徒 愿意参战 但是却不愿意佩戴武器 去攻击敌人的 这样一个人的态度 几个月以后 当他们真正攻占了 这个高地的时候 战争打完了 他的连长 带着他的圣经 他那时候受伤了 躺在那时候的临时医院里面 他的连长 他的长官 带着他的圣经 那一本焦黑的圣经 被鲜血浸满了圣经 到医院里面还给他 他说他们连上 每一个 有行动能力的弟兄 都坚持 要找回 这一本 属于他的圣经 这一位叫做杜斯的人 在那一年的十月 获得了美国国会 所颁发的荣誉勋章 你知道一个 一个人在 有坚持不懈 而且不用任何武器的军人 他获得了美国 所颁发的 在战争中的荣誉勋章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然而在我们的神手里面 却是合适的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图像 在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以后 在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以后 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 我们一次一次的坚持 我们有时候成为得胜者 但是有时候我们被打败 有时候我们心里软弱 有时候我们力不能胜 所以我们要读经 所以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团泄 而在我们失败退后 在我们重新重整 我们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一次又一次面对 神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在我们每一次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们面对罪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环境 当我们面对撒旦母鬼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那一件事情 就是合神心意的事 做出对的事情来 我在两周之前 有一天我在开车的路上 我跟师母在大西洋城 华人宣道会服侍 我去接他回来 我一个弟兄 在外教会的 发了一个微信给我 他说饼刚我想跟你聊聊 要有一点辅导 我说我看到了 那我刚刚好 大概有几十分钟的时间 在车上了 开车 我就说 好那我们通个电话 挂个电话给他 他在吃饭吃到一半 他就跟我分享他心里的难处 我知道他心里的难处 因为我知道他们教会的情形 他们教会因为弟兄姐妹的不和 教会分裂了 这位弟兄 他没有支持这一派 他没有支持另外一派 但是他留在原来的教会里面 他跟我说 他说饼刚 我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我看见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的不和 而两边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荣耀神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神 是神蒙羞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我们应当为这样的事情 来彼此认罪 来寻求彼此的饶恕 来求神的赦免 他说这样的事情 让我心里面难过 有时候甚至影响到 我服侍神的热情 他说他讲得非常委婉 我可以明白 他说会影响到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心灰意冷了 有时候我心里沮丧了 我不知道我的服饰 是不是还有意义 是不是还值得 我在电话里面 一边开车一边 跟他聊了二十分钟 我就跟他说 我说弟兄千万记得 我们会碰到难处 我们会碰到拦阻 然而我们要持续地 在神的面前 领受神的心意 把正确的事情做出来 持续地把对的事情做出来 弟兄姐妹 让我们明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一定会遇到 像哥利亚 这么可怕的巨人的战争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选择当中 不管是面对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罪 我自己的罪 跟我们面对撒旦 魔鬼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要有警觉性 我们要持续把那正确的事情 做出来 和神心意的事情做出来 然后 神会为我们成就 一切其他的事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不敢跟各位保证说 我们一定会顺利 会平安 会享福 但是和神心意的事 会对这个世界 有长久的影响 有决定性的影响 和神心意的事 有一个人曾经在祷告的时候 他选择做了一件 和神心意的事 那件事情对我们 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个人 在一个漆黑的园子里祷告 他的门徒都睡着了 他对天上的故事 若是可行 求你把这杯挪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心意 要从你的心意 那一件事是和神心意的事 他知道他要经过的痛苦 他要经过的苦难 他要与神分离 他要丧失自驾 然后他要受死 他要埋葬 他做了一件 和神心意的事 他是人子的身份 但是在那时候 他是全人的身份 他如果没有做那一件 和神心意的事 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学习 让我们也能够学会 做和神心意的事 让我们来成为在生活当中 在生命当中的得胜者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 借着我们成为得胜者 要给我们的祝福 给我们孩子的祝福 给我们家人的祝福 和给我们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你把你的话语 这样向我们写明出来 向我们阐释出来 你告诉我们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告诉我们 你是何等的 用你的爱 亲自的拥抱住我们 让我们来跟随你 跟从你 听从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之下 在我们圣灵内住的带领之下 一步一步走出 那和神心意的生活 现成你自己的荣美 将你的福音广传 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感谢你 谢谢我们在天上的路 谢谢主耶稣基督 谢谢圣灵 在我们内心的工作 孩子这样子感谢祷告 来是奉靠 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